Hello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想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一些帽子 四款都是不同的帽子 那我们就开始 第一顶呢就是我现在头上戴着的这一顶户外帽 它也可以这么戴 也可以把扣子打开之后变成一个大眼的一个渔风帽 非常的打太阳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绳子 不会风一吹 就飞走 你就可以随意的调整 很好看 我很喜欢这一顶 好了 好了那我们来说下一顶 下一顶呢是一个这个应该叫鸭嘴帽 我搜了一下 带上给你们来瞅瞅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一个复古做旧的一种颜色 挺好看的 我还有一点黑色的 它旁边呢也是可以调节的 像我们这种大头唯一不用担心 很好看 好下一顶呢是我在BS逛街的时候看见的 我去看那墙全是帽子 然后我就直奔奔地朝着这个帽子走过去吧 然后直接戴在了头上 就很好看 它也是这种有一点做旧破破破的那种感觉 很好看 感觉跟这个颜色也差不多 但是是两款不同的帽型 好了那我们就下一顶 下一顶呢是一个 它很轻啊 它的这个颜呢也是这种软的 我给大家戴一下 这个帽子应该叫八角帽 八角帽吧 它有非常多种戴法 我平时是喜欢把它弄在后边 就像这样普普通通的 然后它也可以这样拎起来 变在左边 对 然后也可以拎起来 变在右边 变在右边感觉有点不太捧 变在右边后面 对这样子是可以的 然后呢最后一种戴法是 这样变成了一个厨师 就这样 感觉这个里面藏着里面的东西 很搞笑 这个帽子很便宜 才三十多块钱 是我看见一个博主戴 然后他也没说什么牌子 我就截图 然后在某榜上这么一搜 就搜到了 很好看 我妈说等我不要了 要给他留着 他也要戴 好了 今天就是我买的自领帽子 那我们就拜拜